手心出來了 特勤隊員警破門攻接一舉逮捕販毒集團成員 並查獲該集團在彰化縣的兩處毒品倉庫 企圖KTAMI 121公斤及攪拌機分裝機等販毒工具 它現在就是那個蓋子你把它蓋上去之後 你把毒品原料直接也都倒進去 然後還有包含那個果汁粉倒進去 它就會開始拉了 以株聯邦名人惠芳信男子為首的販毒組織 設置制毒工廠並以混泥滾桶及分裝機來攪拌製作毒咖啡包 是眾多毒品集團的上游 警方這次橫跨12個行政區 搜索了27處並查棄了32名犯賢盜案 一舉破獲北台最大黑幫販毒組織 將毒品源頭連根拔起 原因是來自一名老父親的沉重檢舉指控 因為毒品讓他的兒子沉淪 幸福家庭毀於一旦 他的小孩因為感染了這個毒品咖啡包 那成績非常的優異 就因為感染了毒品之後呢 整個陷入到了一個黑暗地獄的深淵 那我們刑事局獲知這個訊息以後呢 立刻與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 我們從110年開始查棄 一直到今年的1月 我們整個歷時一年半 我們從一個毒咖啡包一直不斷地往上溯源查棄 動員上百名警力 警方強勢空間 險犯嚇了躲進後方草叢 還是藍逃圓警法眼一一落網 這邊 來來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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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長期根肩埋伏下 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 偵破胡信祖先等7人的走私毒品集團 並在該集團位於桃園八德區 分裝藏力毒品的倉庫 查獲以茶葉袋包裝掩護的 K他命1205包 及安非他命228包 總重約1.4公噸 市價34億元 是史上最大的毒品倉庫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 在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陳映文指揮偵辦之下 查獲了史上最大的毒品倉庫 那本案源起於我們刑警大隊 在去年在台北市查獲了一個 供貨的小藥頭 然後從這個小藥頭持續的來溯源 我們經過了四波的溯源打擊 終於查到了這個毒品犯罪集團 在桃園的倉庫 在內政部長尼又昌 海委會主委 管碧林及法務部長蔡清祥等人陪同下 行政院長陳建人也親自主持安居企圖成果記者會 展現政府打擊毒品的決心 反毒是一個長期的看仗 面對國內大麻和新興毒品的問題 行政院會持續要求所有相關的部會 絲毫不能放鬆 持續加強查器跟宣傳的工作 除了掌握毒品供應的網路 向上溯源 向下刨根 阻斷毒品進入社會與校園 也會主動的挖掘 適用毒品的黑素 尤其要加強最容易受到引誘的青少年族 讓他們免受到毒品的危害 由高检署指揮的安居企圖專案 透過全民參與模式 建立反毒友善通報網 總計查獲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嫌2893人 唯利是專案查獲人數最多 希望藉此有效瓦解販毒組織 斬斷毒品黑市源頭 保護國人免於毒品的危害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